我藏好了,橡皮鸭子就藏在厨房里的某个地方。 我马上就来找你了,亲爱的橡皮鸭子。 我知道你藏在哪儿,你在水池里。 没有。 橡皮鸭子不在水池里。 我知道了,你一定藏在桌子下面了。 橡皮鸭子也不在桌子下面。 给我一点提示吧,拜托了。 橡皮鸭子和另一种黄色的东西在一起。 是在厨房里面的,还是黄色的东西? 是香蕉。 我找到你了。 佩奇找到了橡皮鸭子,它就在果盆里。 太好了。 你真厉害。 我还想再玩一次这个下雨天的游戏。 没问题,这次你们两个一起来找鸭子。 猪爸爸把橡皮鸭子藏到一个地方, 让佩奇和乔治一起找。 藏好了,这次是在客厅里哟。 它是不是在沙发上? 不在。 它是不是在电视机上? 不在。 哪里都找不到呀? 你们要提示吗? 它就被放在一个非常庞大,非常聪明的东西上。 而且还非常英俊呢。 是爸爸,鸭子在你的头上。 这个藏东西的地方是全世界最棒的。 看,现在雨已经停了。 不如我们到外面去玩吧。